下一个是曼珠 原文它就是这样子写的 这个曼是没问题的 可以念 但是这个是知 然后这个是欧 所以念成曼珠 为了告诉你它是念曼珠 因为曼珠这个发音是先有了的 然后造字的时候 就造的精准一点 就告诉你这是珠 曼珠 好 然后又是俩点就是period 好 这就告诉你一句话结束了 下一个就是哈达 是一个部落的名称 哈 然后它是这样写的 我们都知道这是喜马文了 好 然后达这样子弄的 也可以 后来这个达 它就是这样 它字文的形态就这样子写了 差不多 好 然后是 然后这是 它加了点我们就不会念欧了 没有这个点就念欧 然后这是 然后这个放在这 又是一个不足 又是一个 然后下面又是 耶和 好 耶 很好 它这个呢 很好的例子 它这个呢 它就忘了 原文就忘了 好 然后这个和呢 它又结了 它原文又加了一个圈了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奇异 你可以念耶和 也可以念耶和 是吧 好 所以说这是 也就可以看出原文的作者呢 它那个可能忘了加 我们就给它加上就行了 所以它念耶和 好 这个耶和也是蒙古语嘛 那个蒙古语这个 它就念耶和 没有这个点也没这个圈 它是比较大的意思 所以说这个耶和的不足 可能跟那个蒙古人有很大的关系 嗯 the 耶和 tribe must be related to the mongolians very much 好 又是一个都号 好 然后下一个呢 是回发 就是又是一个不足 好 我们看 它原来呢 它加了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念和 然后这哦 然后这是一 所以念回 好 然后发 很有趣的是 它这个也加上去了 它这一块加上去了 所以就不会念成好 是吧 念成好发 所以这个这个F 它是做了区别了 这是新版文了已经 好 然后是开 俩点 又是一个句号 也就是说呢 我们是这样子翻译的哈 也就是说呢 这个哈达 那吴拉 耶和 回发 这个R呢 可能就是等啊 这些等等这些不足 啊 怎么样呢 嗯 是TRE 就是那个 是TRE 然后是RE 好 这又是新版文 就是指这些 我刚才说的那些呢 嗯 不 他这个加了 加了点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他后面跟着就是这个动词 好 然后是 WU LE HI 好 读到这个地方我们知道 这个WLEHI就是懂的意思 好 下面又接着这条书 比如说下面还有字哈 这是RA 然后这是 QO 那就不懂 就是说那这些呢 那些呢 那些呢 都行啊 那些呢 被这个不懂 什么什么不懂呢 不懂的人 这个是NIA LE 这是M 嗯 你看这个有圈点 这个这个是呃 美点 他就是我们就知道 是NIA 就是人 好 下面呢 被这是不懂的人 好 主圣 这是知乌珠 然后是施恩圣 好 怎么知道他念珠呢 就你加点 不然的话就是周 是吧 怎么知道他是念圣 不是念阿呢 加一个点 主圣 就是女真 好 女真 女真用满语说 或者用女真话 说起来就是说成主圣 OK 好 然后是SAMBI S M 好 然后这是B 好 不然就是SAMBI SAMBI是知道 SAMBI是说 所以说点是很重要的 好 又是这样子 就是被无知的人说成是猪身